台北市复兴南路上的知名青州小菜店 在今年凌晨发生大乱斗 两名男子喝醉了打翻碗盘 这汤汁也喷溅到隔壁桌 当场跟隔壁桌的三名华裔美籍留学生爆发口角 随后双方更是大打出手 不但是出拳互殴 连餐盘跟椅子都变成了攻击武器 还差点砸到其他桌的客人 警方紧急赶来现场 将闹事的五个人全数带回 好几名男子在店里大打出手 不只拳头连杯子餐具都变成攻击武器 突然一个水杯从头顶飞过 全洒了出来 女顾客吓得逃跑 而灰衣男子被两名留学生压着狂殴 没有见状也拿起椅子往对方身上砸 尽管有人劝架双方被拉开 但火气还是很大 人做事要往对方挥拳 最后警方到场将闹事群众统统带回 上去先回去了先回去了 这起大乱斗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 复兴南路上的知名青州小菜店里 两名男子深夜约吃宵夜 因为酒醉打翻碗盘 汤汁喷到隔壁桌 又吵对方丢餐具 和三名华裔美籍留学生爆发口角 两边的人打成一团 摔破好几个碗盘 店员还得珊瑚清理 所以你们人没有受伤 闹事的两名男子脸部被打伤 另一边的留学生下巴也有受伤 双方互相提供 序后被异伤害 妨害秩序移送 喝醉酒上演大乱斗 也让在场顾客全都吓坏 记得前回轮台北常报道